领基础学习禅论第十七节 禅论一二三类卖点 咱们先讲模型 再讲定义 再结合案例 从模型的视角来讲 所谓的三类卖点指的是什么 某级别趋势上的过程当中 那么最后一个四级别组组类型 离开最后一个残忠存在组组组 所形成的结束点 即为一类卖点 对应的一卖 产生于被辞 例如这种模型的视角 进入段小A 第一个中数大A 离开段小B 第二个中数大B 小C段离开 小C段和小B段被辞 那么对应的 处于趋势上被辞一卖 好 那么一卖之后 次级别回落 而后次级别的相伤反弹 不能把前面的高点给过得去 对应了他称之为 二类卖点 好 那么呢 当次级别走势类型向下离开中枢 反抽呢 又不能进入中枢 和中枢的下沿不接触 对应的 触发的属于三类卖点 好 那么当最后一个走势 最后一个次级别走势类型 离开最后一个走势中枢 所形成的结束点 对应的被辞 触发的又会产生新的一类卖点 好 一类买点 卖点 均由被辞而产生 二类买点 卖点 接不破 前高前低 产生 三类买卖点 接 离开中枢 回次 不进入中枢 以中枢作为识别标准 只不过呢 一个是向上离开 回次不进入 一个是向下离开 反抽不进入 好 这就从模型的视角 但是事实上的话呢 走势涨 跌并不是都是入势标准 并不是说上涨 他就是上涨一个驱逐出来 下跌就下跌 一个毛级别的驱逐下来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被辞在盘整中的用用 那么称之为盘整被辞 同样的一个道理 例如说 毛反弹的过程当中 他对应的是一个盘整上 只有一个走势中枢 而后的话呢 向上离开这个走势中枢 但是呢 离开段和前面的记录段 相比较来讲 也触发非常明显的背词关系 那么对应的 就可以把它称之为盘整被辞下的 被辞一脉 好 反过来也是如此 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 盘整下而离开段和前面的记录段 保持背词的状态 那么先定义为 背词触发的盘整背词 一脉也可以简化为一脉来进行理解和应对 后面呢 我们需要重点去讲的是走势的演化 就是一类卖点之后 后面的话呢 他的运行 继一脉之后呢 如果说回试 后面呢 没有进入这个中枢里面来 一脉又可以转化为新的三类买点 而后的话呢 急于向上去跟 那么同时的话呢 如果说一脉之后 后面回到中枢里面来了 回到中枢里面来的话呢 那么你要考察前面中枢 破误破 但是呢 不管他后面怎么去演绎 卖点的时候 最好是要 尤其是一类卖点的时候 最好呢 要培养自己能够去应对识别的能力 好 最弱的是什么呢 和类三类买点的相近 一个快速的向下 离开了这个中枢 反收的话呢 连前面中枢都不进入 那么就属于二三类卖点的重合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产中枢产市的定义 怎么来去划分的 好 对应的一类卖点 某级别上涨趋势中 一个次级别走势类型 向上突破 最后一个产中枢产 走势中枢 所形成的备吃点 称之为一类卖点 二类卖点呢 第一类卖点 次级别下跌结构后 再次向上涨的 那个次级别走势的结束点 称之为二卖 三类卖点呢 一个次级别走势类型 向下离开了 残入收担走势中枢 然后一个次级别走势类型的 反回收 其高点不升破 中枢低 就是中枢的下沿 则构成了三类卖点 但是在残失的定义当中 他并没有规定说 列出那二类卖点就不能突破前面一类卖点的这个高点 只不呢便于实际的走势处处理 便于更加简单的运用 那么呢我们理解为好一类买卖点被词触发 二类买卖点呢 均处于不破前高 不破前低而触发 因为呢如果说 哎破了前面高点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处理成前面的中枢增浪延伸 然后的话呢 哎再去考察的是 把如果说被词可以把它处理成新的一卖而已 好 这是关于123类卖点的定义 那么我们结合具体的案例啊 例如说像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呢 这两波的上涨例如从2885点位以来 一直到34148 那么他对应的是什么呢 好 一个30分钟的走速中枢勾建 那么走速中枢勾建的话呢 其实在中枢勾建的过程当中 某一个低点 为I0来去跟 那么一次回事不破前面低点 对应的是该级别的二类买点 从高度再回事 又不破前面的低点 中枢勾建的过程 尤其是第一个中枢勾建的过程 往往也是属于二类买点形成的过程 好 那么呢 而向上离开 向上离开的话呢 被词关系并不明显 就是没有被词 而勾住第二一个产重生产走速中枢 那么勾住第二个产重生产走速中枢的话呢 那么回事不进入中枢 对应的就属于三类买点 而后呢 再向上离开 而且呢 这一段离开呢 和前面 他没直接保持被词 实际上 虽然说的后面也打出新高了 但是在当下的节点呢 这个就可以把它当成 类趋势上的被词一脉 来进行理解和定性的 只不过呢 有的时候市场走势呢 比较复杂 什么复杂呢 对应的卖点 趋势被词 被词一脉也呈现了 当下也能识别了 识别的话呢 但是他后面怎么去演绎 我们需要去跟的 什么意思 他既可以极端的方式下跌 别说快速滴穿中枢 反抽连中枢都不接触 二三卖的重合 然后跌的比较急 比较猛 这是一种 第二种的话呢 回事到中枢里面来 后面的话又继续 向上反抽 反抽不过前面的高点 二类卖点 过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只是观察 他们的背词力度 有没有改变 如果说呢 没有被改变的话呢 只是把它当成新的 一类卖点来进行看待和理解而已 但是不能因为后面又给新高了 那么我就否定了前面这个对于卖点的定性 因为所有的买点也好 卖点也好 都属于当下来识别啊 不能靠未来走出来的走势 来去重新来去定义 这样的话呢 你在任何一个当下都不可能做好交易和识别的 如此而已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前面从3418一路下跌 跌到2635 那么在这个基点过程当中走的就比较复杂 这个复杂的话呢 哎 第一个中枢 它是以中枢震荡的方式来进行展开 第二中枢 它同样以中枢震荡的方式来进行展开 但是呢 当 从3418以来 回市 只要反抽的话呢 不能把前面的3418给向上运过去 那么对应的一 它就中枢构建和中枢构建之后的中枢衍生 但是呢 每一次 前来反抽不能过前面高点 这些呢 统称的都可以把它当成相应的 三十分钟级别相应的二类卖点来进行看待 好 回路 离开中枢之后 反抽不进入中枢 那么对应的 把它结束为三类卖点 好 那么当 向下离开 这一段内部和前面的话呢 有的时候背词关系非常保持 而且非常清晰 内部也有背词 很容易识别 那么如果说没有背词的话呢 那么出现 现在折反了 那么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要么是通过本级别的二类卖点来进行确认 把握机会这是一种处理方式 另外一种处理方式什么呢 当出现强底分 强反包 明显带有这样的一个移动 那么我可以什么呢 我可以结合 底分型 底分型的底作为防鼠位 先观察笔的生长 这也是一种非常简单 有效的一种辅助方式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结束 上涨结束都一定要触发标准的背词 也不是说下跌结束就一定要触发下跌的背词 好 为什么说当前这个位置 不管说乡下2904 2900点也好 哎破不破 其实呢 对应了30分钟走势类型上 新的30分钟走势类型下 不破前面的低点 这一段呢 如果说这一段内部有结构 有被词 这一段结束的话呢 因为前面这样的地点不破 最终触发的是什么呢 30分钟级别组织类型上 30分钟级别组织类型下 不破前面的地点 对应了还属于日线的大二买 好 非常简单 非常清晰 好 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结合一些具体的经典的个股安秘 那么呢 他走势的生长和延绎 那么实验艺术 咱们本节视频不做 这样的一个讲解更多的话呢 哎 先理解他的概念 然后呢 从标准模型出发 然而有些呢 走势 他并不是按照标准模型这样去走的 那么呢 我们能够处理 能够识别 理解他的本质 背词 出发的是一类难卖点 那么呢 回次也好 或者是反出也好 不给新高新低 出发的是二类买卖点 二类买卖点呢 往往也是属于新的中枢构建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三类买卖点的话呢 是属于离开中枢之后 回落不进入中枢 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买点或者卖点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